东京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 瑟谷的这个十字路口 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路口 每天有250万人在这里过马路 当信号灯油红转绿 一瞬间便有3000多人与我擦肩而过了 如果他们都和我一样是为了美食而来的话 那估计我就要搭帐篷排队了 虽然排队的人不少 但因为有90个座位 所以翻台速度还是很快的 等了20分钟我就进来了 到日本当然要体验一下这种嗖嗖嗖飞过来的寿司了 这是一家人气很高的百元寿司店 顾名思义就是大部分寿司都是100日元一份的 也就是人民币差不多6块钱 这个好像不错 豆皮寿司 我喜欢吃这个 每单只能点三样东西 超过100元都会有标注 也点几个试试吧 好 我点完了 现在就等着上菜了 很快我的第一份寿司就来了 挤上山葵和酱油就准备开吃 这就是我的手往脚了 这里的上菜速度还真是很快呢 一下子我点的东西就全都到齐了 可能是不会从车里飞过来的 还没开吃就发现这个寿司米有点散啊 已经掉出来了 吃起来果然也是很散 米饭偏硬 除了这点都还好 鱼吃起来也挺新鲜的 海胆已经从米饭上滚下来了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把它捡回去 海胆很鲜美 就是米饭依旧很散 豆皮寿司甜甜的 这个大姨教过的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可乐饼也有教过 但把它做成寿司还挺有创意的 油炸过的嘛 肯定好吃 真的还蛮好吃的 里面是土豆泥和沙拉酱和合体感觉 特别新鲜 哦 好喝 好喝 我吃了8个寿司一杯饮料 同桌吃了10个外加一碗汤 买单人均60多块钱 感觉超级划算了 因为晚上还要吃火锅 所以没有吃太饱 人均100在这里绝对可以吃饱吃好 海鲜都很新鲜 而且味道不错 能做到这么高的性价比 我觉得一方面是海鲜的品种比较普通 食材成本不高 二是翻台快 全机器点餐配餐效率高 90个座位按人均100算 翻一次台就是9000块 营业时间是从中午11点到晚上12点 根据色谷的人流量和排队情况 保守估计 一天的营业额最少也得10万人民币以上 而且全店我只看到了一个服务生和一个收音员 甚至怀疑后处的寿司是不是机器压出来的 差不多200平左右的店铺 我没有开过店所以不太清楚 你们知道它一个月的成本大概有多少吗 在色谷吃完百元寿司 接下来要去的这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 直到看到招牌我才确定 这就是我要找的寿司家 一共7个座位 正在墨山葵的这位 就是今年30出头的石山啸雄主厨 他曾经师从斋藤酵司 斋藤寿司是塔比洛格评分最高的寿司店 当时只有半个月就要出发的我也去问了一下 达夫是已经排到一年以后了 尝尝徒弟的手艺也不错呀 套餐有两种选择 纯寿司或者鱼生加寿司 我选的是后者 人都到齐了 主厨就开始上菜了 原来这些虾都还是宝宝呢 趁它还是宝宝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 吃起来又甜又嫩 有奶油的口感 只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在脑补 剥虾壳的画面呢 贝比海马 贝比海马 海马好像不长这样吧 后来弄清楚了 这是海曼 而且是幼苗 海曼苗是没法人工养殖的 所以价格很贵 每一条就差不多要十来块人民币 而且每条海曼宝宝都看得到眼睛 小眼神好像在盯着我一样 这怎么吃得下口啊 和老海曼完全不同 蔓鱼苗的口感就像滑嫩的小粉条一样 汁水酸酸的也很开胃 前菜结束进入鱼生环节 吃了几种说不上名字的鱼生和贝类之后 主厨递过来一个日式汉堡 日本的海苔 脆脆的海苔里面裹着某种烤过的贝类 微微的烫 肉非常嫩 这个是吞拿鱼鳃 就是下巴上最胖胖的那一块 最小 收下去的那块 一夹它就碎了 好好吃啊 在嘴巴里面要花开了 我也肥起来了这个时候 好棒这个超棒 又吃了一块 不知道是什么的烤鱼之后 主厨就开始捏寿司了 红彤彤的吞拿鱼赤身 闪闪发光 寿司米酸味不明显 更能凸显鱼的味道 接着是吞拿鱼中腹和大腹 我最喜欢的就是肥肥的大腹了 我是说鱼不是我自己的 接下来是墨鱼和虎虾 然后又来了一个鱼生汉堡 这个比上次那个贝类的口感更丰富 脆的海苔 弹的鱼生 糯的米饭 中间还夹了我最爱的紫苏 妙啊 接着又上了竹甲鱼还有文革 对 就是那个家福很复杂的日本柚子 我发现主厨很喜欢用紫苏 柚子小葱等等 把寿司的味道调得更加丰富 终于迎来了我的最爱马粪海胆 就是不明白这么美味的东西 干嘛要取个这么倒胃口的名字 还记得我肚子里的前菜海胆菌吗 对比它生前的影像 这个马粪菌简直是完胜海 吃完海胆 魂还没飞回来 这罐海曼寿司又让我忍不住开心的偷笑 寿司结束后 我还学到了一招撒葱花的方法 吃下中间还有些嫩的玉子烧 真的是勉强在塞下两个小卷了 整餐饭吃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买单人均人民币1000块钱 这里的单价高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成本高 食材像海曼苗 吞拿鱼富 马粪海胆这些 都不是常见品种 而且这里每天满打满算 服务14位客人做两餐饭 晚餐最贵的套餐是1800 就算所有人都点最贵的 一天的营业额就是2万 还请了三四个员工 这样算起来 完全没有百元寿司店赚的多 如果你来开一家餐厅的话 会选择哪种模式呢 对了 这里午餐还有5400日元的 纯寿司套餐 性价比非常不错 如果你来东京旅行 又很爱吃寿司 这两家店都值得体验一下